老人重病瘫痪,长子消失无踪 在我的认为当中,他就是故意的多了 隐蔽恩怨背后,真相究竟如何 手足亲情,远和进城落入恩怨 谁是孝子,小区大事正在不出 这里是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南荒村 几天前,一位名叫安日金的村民 找了村调节委员会主任老于 请他帮忙找到自己的大哥 并要求大哥履行对父亲的赡养义务 安月金说,父亲因突发脑血栓,瘫痪在床已经两个多月 自大出院以来,一直由自己和妻子照顾 作为家里大哥的安日金却对父亲不闻不问 不仅如此,为了逃避赡养父亲的义务 大哥甚至还躲了起来 安月金说,俺家子们六人自己排行老小 三个哥哥分别是大哥安瑞健,二哥安瑞国,三哥安瑞海 二哥安瑞国几年前已经去世 三哥安瑞海不久前因为一场重大事故落下残疾 丧失了劳动能力 而两个姐姐均已出嫁 现如今能够承担父亲赡养义务的就只剩下他和大哥安瑞健两人 然而,就在父亲瘫痪在床,需要人照顾的节骨眼上 大哥安瑞健却消失无踪 老四安瑞健说,自己的大哥不仅不赡养父亲 甚至放出话来让老四安瑞健起诉自己 无奈之下,安瑞健找到老鱼做最后的尝试 如若不成,起诉自己的哥哥将成为他唯一的选择 你再拖延了,在等待啥,对吗? 我感觉他这是,肯定是用他自个人的一个小孙子 他是不是借到啥人? 你忘了,他这样不过吗? 他不用过,其实是忘了过的吗? 忘了过来,带着你,他给你摘花了 他不去进这个赛养义务的 他逼着我去告他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赡养老人是每位子女应尽的义务 更何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子被赋予更多的责任 他要为其他子女做表率 但是面对安老爷子瘫痪在床的现实 大哥安瑞健却不见了踪影 如果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父亲的赡养问题 那势必将已经出嫁的两位姐姐 和已经失去劳动能力的三哥牵涉其中 那无疑就把老四安瑞健推到了所有兄弟的对立面上 而对于大哥安瑞健来说 五个子女平摊所要承担的责任 比起和四弟两个人平摊来说 显然对自己更有利 这样看来大哥的做法 就真的可以说是一箭双雕的高招了 那么事实果真如老四所猜测的这样吗 这个当大哥的又到底去了哪里呢 停意 在我的认为当中他就是故意的躲了 他不躲我的话 他的电话他应当接 他既然不接我电话 甚至不是一个两个多次打电话不接 老安的赡养一直没有着落 这让作为村调节委员会主任的老于心急如焚 光靠四儿子和四儿媳两人承担照顾瘫痪老安的重任 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几经打听之后 老于终于有了安瑞健的消息 然而 在当老于担心老大安瑞健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的时候 安瑞健的态度却使得老于倍感意外 听到弟弟将要起诉自己 老大安瑞健异常愤怒 他说弟弟的做法让人完全无法理解 面对愤怒的大哥 老四安瑞健对大哥的做法同样无法理解 老四安瑞健说大哥的做法实在让人心寒 作为家里的长子 大哥在父亲病重抢救的档口上 甚至都丝毫不在意父亲的安危 面对生命垂危的父亲 全家人各个心急火燎 一筹莫展 唯独大哥在这时惦记的却是父亲的财产 这使得老四安瑞健异常气愤 我当时我有点生气 是我总是在这个结尾上 就是我原来学开门之前 就是说即使说这一万六千我该拿出来 我得有钱拿出来对吧 我没钱我拿不出来 安瑞健说 大哥所提到的这笔钱 是之前由村里统一发给每位村民的 并由自己替父亲领取 现如今父亲病重急需筹缩医药费 作为大哥的安瑞健 却只惦记着父亲的钱 然而对此大哥安瑞健却有不同的说法 这边是突发脑性症病危在床的父亲 而那边是惦记着父亲钱财的大哥 村里发给老人的一万六千块钱 有四弟为父亲领取 四弟该拿出来的时候却拿不出来 大哥在这个问题上死死纠缠 使得老四安瑞健忍无可忍 想想确实也是 但是父亲病重做儿女的当务之急 应该是千方百计把父亲的医药费筹挫到手 至于其他问题等父亲康复了再说也不迟 大哥干嘛非得火急火燎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纠缠这件事情呢 这哪里是一个做兄长的英勇的举动 所以在老四安瑞健眼里 大哥是一个只知道惦记着钱 毫不顾及兄弟情分 甚至为了逃避责任 不惜与亲兄弟对不公堂的人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这里是小区大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真孝顺还是图名利 郑阳老爹意外一语石破天惊 兄弟恩怨一灭真相究竟为何 谁是孝子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老四安瑞健说 大哥避而不见借刀杀人 为了逃避责任 甚至不顾兄弟之情 宁愿与自己对不公堂 大哥这样的做法已经使得他别无选择 然而面对弟弟的指责 老大安瑞健却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面对四弟指责自己不孝的说法 老大安瑞健却说 这其中的辛酸只有自己清楚 达哥安瑞健说 自己外出就是为了催账还上借责的高利贷 自己从没像四弟说的那样 希望必不公堂 我太不想到法院了 我去上村里这个不动 我就自个人在家里分担 他那个人就和他那帽子一样一样 三句话就都哼着 都哼着高高说 老大安瑞健说 说到兄弟情义 真正不讲兄弟情义的应该是老四才对 此前老四就曾不止一次坑害过自家兄弟 老大安瑞健说 自己当年经营玉米结干生意收益颇丰 生意越做越大 本想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肥水不流外人田 于是老大安瑞健便带着自己的四弟弟一起做 可是不曾想到头来 自己竟然栽在了自己的亲弟弟手上 那一天我忘记了 挣你东西 你看着十块红 你被人扁了就行 行 你看你给我干过的 是吧 你让你小时候当我哪个人 你是做人 你是做土匪啊 说我没了解 意思是说是 是他带我干出来 其实这个确实是 这个路是他创 就是说 给你挣钱的话 就是 我认为你说 就是 我是拼能力去挣钱 就是我给你的好 不给你的好 我拼能力挣钱 更低这块也没有必要说是 对于四弟的说法 大哥安瑞健表现得十分愤怒 他说自己的弟弟做出坑害兄弟的事情 还不只是这一次 更可气的还在后头 老大安瑞健说 之前四弟一家经营着一家小超市 一直不景气 不想没过多久 老四竟然把这个烫手山芋 几万元钱转让给了受伤残疾的老三 这样的做法使得安瑞健忍无可忍 老四竟然把这个烫手山芋 你那年我想问一下 今天那个商店是什么 商店 那个是我们开着办理 安然后皮的才卖的不钱 咱们就说你这个人体 你杀人你就算 你亲哥哥你就算 你哥哥 你三个要是管的没人 是吧 他是外交 是吧 我到他真的能说别人吗 然而 面具大哥的指责 四弟安瑞健一家人 却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那头儿他盖就不挣钱了 我在那盖城挣钱了 我又再盖一年 就我对面有个商店 我就把那对面商店都订了 我那人称多了 肯定不挣钱是给他的 挣钱他给你嘛 他是干啥 他傻 咱来开那个商店 和对面开那个商店 能比吗 咱们就说那个地势 人人得平面 你谁就别坏 在下课 在跳远 在到商店 你家的东西平成钱 平成的好吗 说到商店 老子安瑞金就满腹委屈 他说自己这家商店 其实原本经营的很好 这所以转让完全是另有原因 老子安瑞金说 自己的母亲去世之前 也和父亲一样 一直瘫痪在床 多年来自己和妻子抛家舍业 照顾母亲知道去世 现在面对同样瘫痪的父亲 其中的艰辛 只有他们小两口自己知道 那如果他大便的时候 也是来的话 你晚一晚的话 他会拿你手拿出来 他能有大多事 有没有事 成功我死 万一都不知道 你又不开了 他就整你手 我就下边 下边我又给做一场 送出一个完美 我说我换你 我说爸 我说我去送你去了 我说我老爸来说 我和你去啊 你当时我就乐了 我说你可别忽悠我了 你能去啊 我爸也乐了 你感觉说 金融老爸来讨论 也挺不错的 平板还能说的话 人就大卡 没能老爸来问你好清楚 其实说的金融诗 有个从家 念书念的二十二 二十四间 配上他们家的 从此个爹妈的词 你连休息都算了 不同事都算了 第二个年是吧 那我这双方家都二十几年了 那天我压在这儿死了 你说就 分着过也好 在一起过也好 你说除了进去的 是不是你的也有概念了 是吧 这纵容不过 真合不上的 我也舍不去 看到这儿 我们不禁心里有些疑问 作为老大 为了给父亲看病 竟然不惜去解高利贷 这不可谓不孝呀 从老大的角度看 老四固然有许多不适 但是他和妻子 悉心照料瘫痪的母亲 直到去世 现在又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 其孝心更加厚重 如此说来 这兄弟俩都挺孝顺的呀 怎么就因为 这些赡养老人的问题 闹得不可开交 甚至都到了要对簿公堂的地步呢 这兄弟俩之间 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 才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呢 带着诸多疑问 调委会主任老虞经过多方走访 终于发现 这兄弟俩之间的过节 还就出现在了老人 该怎样赡养的问题上 事情的原委究竟是怎样的呢 老四安瑞金说 父母两人一直由自己的妻子照顾 母亲瘫痪多年 直至去世 其间所有的艰辛 他们两口子都独自承受 没有对哥哥姐姐们提出过任何要求 然而现在父亲也瘫痪在床 这样的重担 使得小两口有些难以承受 你看 大概还有那个 真的 那你就和女生们毛病也过 那么也闯着这从哪啥 偷包住 我从哪里有病一样 老四安瑞金说 除去两个姐姐和受伤残疾的三哥 作为家里长子的大哥 理应分担父亲的赡养任务 然而 听到弟弟这样的说法 大哥 安瑞金却显了异常愤怒 你养过爹 为什么你养过爹 我话说过来呢 你没养过爹 爹翻过来 爹养到里面 不那么天 炸开了 他得了毕了 然后在他手上 他得了毕了 我当时我就心 觉得是 真正 真正 冰凉冰凉 觉得挺不可思计 你还想到哪里有什么大人 那我自己 因为我爸是个穷老头 说我的付出 什么 我送信念 就是我爸跟着我 我没计较得多少 我去 最后我落的也是 所以我就是徒头 我感觉心感 大哥安瑞健却说 自己的四弟从小受尽父母宠爱 兄妹几个也都没有什么怨言 然而 现如今父亲瘫痪 再也无力可图的老四 就要将父亲寄给别人 这使得他实在无法接受 爹躺在床上了 你做大哥了 每次大哥 就说每次 什么分钱了 爹那个 妈没电话 爹还有多人猜产了 你怎么和大哥说说 你这不然是我赢的钱呀 现在我大哥提了啥 就说是我已经是捡便宜了 我这么老的给的我 我占有老的钱呀 我大哥要说 周老爷的钱 说给我的 晚上能到多国的你家去了 你知道我说是吧 对于四弟一家的说法 大哥安瑞健感到非常气愤 大哥安瑞健说 对于弟弟这种无情的做法 自己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面对大哥提出父亲尤其接走照顾的想法 四弟安瑞健的一句话 却犹如石破天惊 我说不会给你大哥 我说啥 他说他会要死的 我说他不敢 他不敢要死 他说他敢 老大说老四和妻子 赡养父亲完全是因为有利可图 甚至是在诈取父亲 而老四爆料说 父亲如果有老大赡养 则担心老大会把父亲要死 是父 这可不是能随便说着玩的 这可是大逆不道的重罪呀 老于长期生活在村子里 又是兄弟俩的长辈 据老于了解 老大这个人虽然为人比较粗糙 但是还不至于恶劣到这个份上 其实我们在前边已经看到了 兄弟俩都有孝顺的行为 但怎么就互相攻击起来了呢 老安的这两个儿子 到底哪个才是真孝顺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面对这样的难题 调解员老于又该如何是好呢 探寻真相 调解员明察案发 社会上是亲的关系 你先跟我说实话 调解现场 同胞兄弟 剑拔弩张 意外频出 恩怨兄弟何去何从 谁是孝子 小区大事正在不出 作为村里的专制调解员 老于对于村里的情况十分熟悉 但经过老四的一番话 老于心里难免有些打鼓 于是他决定还是首先了解一下真实情况 老于通过电话联系到了兄弟俩的大姐 咱俩是在社会上是亲的关系 对对对对 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对对对对 你认为就是这个男女剑 他是不是 带老头那嘎嘎 紧的衣服比较少 甚至是啥都不管 是不是那种情况 他兄弟不是那样的 你据你了解 男女剑到那去个几次 我去车都已经等了 你给我别洗酒了 我洗酒 你洗几 然后我 这个他的手面 你用他擦掉 男女剑 他就擦掉 是吧 其后老于又找到了兄弟俩的二姐 了解情况 经过走访老于发现 老大安瑞健隔三差五的也去看望一下父亲 情况并不像老四所说的那样 我和你去 我两天不去 我三天不去 我再饶走着 我心不愿意给口条 猪口条 就是买块猪口肉 这个事你没和别人说 我大概今天来为我 办理论猪口条 你好像不能说 你要说完这个事的话 你可能给你得个太多女人也去 在老大的问题露事后 老于又着手了解兄弟俩争执的起源 也就是老人的财产问题 我说你这属于不调理 对吧 那你们家是否费一会儿一年一家五就够了吗 你说这个老弟这儿 他俩真是不应该就整在这个份上 不差词 给你 他俩开始上 那都是写的上 那都是写的 因为他那时候就没钱 那你爹里有很多钱你不知道 那都写的老于有合同 都写的合同吧 现在就是一般这个钱都能这样的话 他如果有钱的话可一样也是 经过老于的了解 早在兄弟俩的母亲去世时 兄妹几个就曾经明确过老人的财产状况 母亲遗留的财产 以及父亲拥有的财产去之可数 并不存在老四占有老人财产的问题 在确定了存在争议的问题后 老于决定首先征求一下老安的意见 这话是说行明的吧 假设说别人来伺候你 你愿意吧 那可都不如我 不行 不许啊 我一不许 只问我 我许 那好 从法律的程度上讲 因为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 尊重老年人的主观意见 这方面有 有这方面的规定 所以老人提出的问题 我认为必须放到手里 首先考虑 两个儿子谁孝顺 谁照顾老人照顾的好 还得是老人说了算 老人斩钉截铁的说 要跟着老四 从这一点上来看 就算像老大所说的那样 老四对待兄弟们 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在养老这个问题上 做的还是无可挑剔的 这也正是为什么 在伺候老人这件事上 老四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同时 这也正是为什么 老人在各方面 都对老四有所偏爱 而这样的偏爱 其实也是合情合理的 毕竟先后照顾 两个瘫痪老人 所付出的心血 无法简单的用金钱来衡量 现在老于经过调查搞清楚了 兄弟俩互相指责的问题 其实都是子虚乌有 可是兄弟俩的肚皮 还在那隔着呢 对此我们的调解员老于 又该怎么做呢 在调查清楚存在争议的问题后 老于决定 把兄弟俩叫到村美会 尝试对兄弟俩进行调解 我去美东西的 我就到双田区 那俩孩子在那 我说你们 你老是 让你们俩做谋来的 你说话去拍那兄弟 那么双田区是咋去的 是不是回去吃我妈去了 你怎么这么能委屈事实 我听你说啥 我真的听你说了你 你怎么这么能委屈事实 你别喝我求死 不是 你说话挺良心的吗 是同一死我妈对照点 你别求死我 你喝咱俩 我发现你 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 你躲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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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你偷了情吗 我都没听你说 兄弟俩坐下还没说两句便大吵起来 面对剑拔弩张的兄弟俩 老爷叫来了兄弟俩的大姐二姐以及三嫂 尝试全面了解一下子女们的意见 我说这一句就是说老爹什么 老爷或者是跟老大行为 让他进去笑 老爷那块儿 谁在这儿 现在他傻一件咱也没回情面子 他说他当时是傻的 我刚不说了吗 这要跟老孝子是吧 他要是 这就把话给你们已经说了 咱坐坐他的工作 第一的不同 对于大姐二姐提出 希望说服父亲 由老大安瑞健来赡养的想法 老于出于公平的原则 同意兄妹们再次征求老人的意见 你就暖到地上吧 那干啥 你老弟这样 你老小子和你老小子 都是小子 你老小子和你修行物 看啊 你丁他一下 他说电影没有啥 你到底打扰呢 确实不敢替你不回 你东西吓死我了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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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打扰了 我去打扰了 以前就对我上午的时候 我还是没给意见 还是跟老四 可是不想 兄弟俩一坐在一起 意外情况再次出现 咱们套多少 我套多少 我套多少 八百 一个月套八百 一个月套八百 就是一个月八百 就是你套 他咋子 很难的 你这样说 那不是 那八百吗 那八百和这八百不一样 你说这八百啥一分 那是三个一八百 这是三个 我自己也有八百 好 行 来 你大哥说个人做什么 你看这样说 他要先少 他要涨到一千 行不行 不行 听我的 不行 做手一件 不需要打扰 我这个全都一拿放 就这样 行吗 不用 那就不用你打扰了 谁都不用 我这个给他打扰 也可你 别忘了拿着呢 可以 就这么做 我一个月拿来五百 我一个月拿来五百 我不用 你给你的 行你的 看你的孝心 对 对 弄来 弄来 就是你他约拿了五百 你给老爷子 你别管 对我不管 你父男老师 全是你 全是你 老爷子生老病死 全是你 一两个 那好 这你们这两个多好 更好 这你们两个有什么 为啥不协 华涛圈不是 三一三十一 对 还是三三十一 还送费着 可以看出 兄弟俩之间 对于老人的赡养 并没有太大的争执 兄弟两个的行为 更多的是为了赌气 于是老鱼趁热打铁 赶紧将老人的赡养问题 落实成白纸黑字 经过调解 老人由老四安瑞基一人赡养 不牵涉伤残的老三和两个姐姐 老大安瑞健 每月支付老人八百元生活费 老人以后的医疗丧当费用 由老大老四兄弟两人分担 在村专职调解员老鱼的说和下 不再互相斗气的兄弟俩 关系明显缓和了下来 我四个大哥之类挺高的 如果是一开始这样的 你这大哥这个之类这样的 必须是其中一 是无情的一段 以后咱们会好兄弟 有事还得是你兄弟兄弟来说 实践证明 这种专业化调解这个模式 非常成功 近十年来 我曾发生了四百多起 明年九分 全由人民调解化解无度 全年啊 我们完成的人民调解就分了 大约五千件左右 受命运百分之百 调解协议大肯定百分之九十六以上 多年来啊 我们要排除 可以放入坚持的 侵法秩序的方向 坚持稳定安全和发展的安全 在此基础上 稳定是基础的 同时 人民调解工作 又是会一定的低到目前 很多 这个 人体之间 积民之间 一些问题 做到小时不复生 这就是说 人民调解研 自己分裂的工作 谁是孝子 不用我说 其实你已经看的明明白白 不过由于各自生活在各自的认识里 彼此形成猜忌又缺少沟通 就产生了争执 结下了恩怨 由此 兄弟俩以老爹的赡养问题作为武器 互相攻击 把彼此的气氛搞得剑拔弩张 伤了和气 如果有一天 兄弟间的矛盾升级 又会不会用不赡养老爹作为武器 来互相要挟呢 面对这样的疑问 老于告诉我们 他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多么可爱的调解员呀 也正是因为有了老于这样的调解员 南荒村近年来的矛盾纠纷 总是能够得到及时化解 为村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在这里 我们向奋斗在人民调解工作一线的 像老于一样的调解员们致敬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区大事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父母偏亲还是儿子绝情 重重矛盾背后究竟谁对谁错 天爱小区大事下周播出 下期见